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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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採了百香果 今天換吃百香果大餐 聽說這間餐廳很厲害 但到底有多厲害 我們進去瞧一瞧 我們現在來到了餐廳的重點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做的就是 百香果的料理第一道 是什麼東西呢 大師 百香鍋包肉 百香鍋包肉 這聽起來就是一個很 酸甜甜的料理 那首先要怎麼做呢 先將肉片沾上薄薄一唇 太白粉 秘訣就是不要太多 對… 你可以撒一下 然後再用手掌拍一下 對… 接著把水炸粉一比一 調配後加點沙拉油 把肉片丟進去 攪貨均勻 我們現在一直刷 抓到它的粉 呈現這種黏稠狀 然後我們待會兒就要下油鍋 炸到先取金黃後起鍋 把油倒出後再加進新鮮百香果 和炸過的肉拌炒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做完鹹的百香果料理之後呢 換要去做甜的百香果料理囉 我們剛剛在那邊做完了鹹的百香果的料理 那現在呢我們換要做甜點了 現在我們請到了子芸老師呢 要來教我們怎麼做 百香果舒芙蕾爐 哇 我們準備了兩百公克的蛋白 我們來打發 如果家裡沒有這個機器的話 是不是就要用傳統的手打的方式 是的 打發的蛋白 還將調配好的卡士達醬一起溫柔拌勻 倒入模具 但有一個小配布 這從旁邊 是的 刮一圈 這樣夠深嗎 可以可以 這個配布就是要讓 等等烤出來的舒芙蕾 模樣更可口 哇 這個等待的時候我們就要做我們今天的主角 百香果巧克力醬 快走快走快走 把加熱的鮮奶油和濃縮百香果汁 均勻攪拌後拌入白巧克力 接著等舒芙蕾烤好就完成了 好 我們做了鹹的甜的 那現在當然就是要換做飲料了 只是這個飲料好像不是果汁機 打一打那麼簡單而已耶 好像比較複雜對不對 嗯 首先呢 我們需要拿百香果紙 喔 百香果紙今天沒有刀子怎麼辦 抱紙 這樣子講 你表演一下好了 其實很簡單 這樣抓著 這個要拔料嗎 對 地可以先拔料 好 欸 這樣 它的地在這裡 這樣 用虎口可以抓著 好 左手 下去壓 欸 是不是就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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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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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會瘋一聲 我都不會 將百香果紙取出 連同百香果濃縮汁 攪拌筍煉乳 砂糖 水 冰塊 倒進果菜汁就可以了 裝飾部分也很特別 是利用低溫烘調劑 將蒸空西瓜烹煮30分鐘 才能擺盤上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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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有聽到那個 酥脆的聲音嗎 很脆喔 而且 它百香果的味道 整個包覆著肉 所以呢 吃起來是酸甜酸甜 可是呢 肉就是 有肉的香氣跟一點點鹹鹹的味道耶 我們剛剛吃了一個鹹的前菜 那 現在要試試看我們剛剛親手做的 舒芙蕾吃起來是什麼味道了 很綿密耶 就放到嘴巴就化拍了 而且 剛剛我們舒芙蕾用蛋白打的而已 蛋白跟醃卡斯塔醬 然後搭配上這個好生氣喔 對 吃下去感覺完全不一樣 對 而且我沒有想說白巧克力很甜 但配上那個白香果醬就 酸甜酸甜 而最後一道果汁真的超級養生 喝得到白香果的香氣 攪白筍的鮮甜 還有煮過的西瓜 咔嚓咔嚓口感 真的太奇妙了 吃了滿度的白香果料理 別急著離開埔里 還能到這 你拿巧克力夢想城堡走走逛逛 順便品嘗白香果冰淇淋 和獨特的白香果巧克力 把滿滿的幸福帶回家